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点啥呢 我们来聊一下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从97年回归到现在22年 香港的事情已经闹了非常多回来 只不过说这一次闹的时间最长 也闹得最大 香港问题一直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它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还有一些现实原因 还有一些国际原因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香港的历史原因 我们说一说香港的人口构成 香港的人口构成可以分为好几个阶段 要变成之后 香港就变成英国的殖民地了 但是这个时候这部分的香港人 主要是定基在那边的 香港岛的那部分人 它主要是一些农民跟渔民 这部分人后来 对后来的中共中国政府 是没有太多的恩怨勤仇在里面 接下来就是到清末正田耕地的时候 也有一批人逃到香港来 这部分人对中共后来的政权跟中国政府 也没有太多仇恨 再接下来就是国共内战时期 国共内战时期有一部分 被土改的地主逃到这边来 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残兵霸将 包括资本贾金钱贵 逃到这边来 这几拨人对中国共产党 都有刻骨铭心的恨在里面 所以这部分人 虽然这部分人基本上不在世上了 但是很多人通过口耳相处 他们的后裔 仍然是对中国共产党保留了极大的仇恨 还有一部分人是逃避战乱的时候 逃到这边来 逃避战乱的这部分人 可能对中共开始比较没有这种感觉的 再接下来就是到了大跃进文革时代 这个时候有一大批要饿死的人 投渡到这边来 这部分人对中共早期的那种大跃进的政策 是非常反感的 这部分人对中共也没什么好感 再接下来就是文革批斗下来的 这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也是有刻骨铭心的恨 再接下来就是到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时候 早期有很多贪污犯 犯罪分子 法轮功分子 还有89的民运分子 这部分人对中共也是有深仇大恨的 还有就是89十年代中国大陆还比较穷的时候 有一部分人觉得香港的生活比较好 偷渡到香港来的 这部分人理论上是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多仇恨 他们只是为了过着更好的生活逃到这边来 最后一批应该就是这种 改革开放之后发家自负的这部分富人 他觉得香港的教育比较好 国际化程度比较高 他移民到香港来 这部分理论上也对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多仇恨的 香港还有一批特殊的人群 就是九七回归之后 留在香港的英国殖民者后裔 他们对中共是没有太多恩仇在里面 但是他对中国人这个认同感是很低的 他们只认同自己是香港人 还有一批就是英美跟外国势力 留在香港办事处的人 这部分人留在香港是另有目的的 以上种种就是香港目前的人口构成 成分的主要构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两股势力 一股就是后期移民到香港的 跟中国大陆跟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多仇恨的 跟中国大陆或者是跟中国大陆联系比较紧密的 对现在中国大陆的了解比较深刻的人 这部分人往往是会站在中国大陆这一边 也就是所谓的那种爱国爱港的人 另外一部分就是长期对中国 中共中国大陆有着刻骨铭心恨的人 或者是极其他的后裔 这部分人是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 他们只认为自己是香港的 而这部分的势力就远远大于前面那一部分人 刚才我们聊的是香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聊聊香港舆论跟教育的问题 香港的媒体在回归前主要是靠娱乐八卦媒体 英国人民时期 英国政府对政治言论应该控制的是比较严的 那个时候你说你要去争取民主自由 基本上是吃人说梦 那个时候的总督 包括比较高阶的这种官员 都是有英国人担任的 华人只能做一些下面的小喽喽 所以那个时候的香港媒体 主要就是从事娱乐八卦 花瓶新闻这种为主 主要就是报道这种明星 明人的丑闻 黑料 就是报道这些 或者是卖一卖小道消息来的 中国大陆领导人 丑闻密室的情人 这种花瓶新闻的 比如说铜锣湾书屋 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类型 它的资料基本就是通过网络 搜索一些小道消息 编写整一本书 来卖给他们的受众 这就培养了一批 专门靠这种报道花瓶新闻 负面新闻 抖黑料爆黑幕 这是为主的这种香港媒体人 同时也培养了一批 这种喜欢看这种报道的受众 人性里面 本身就有一种喜欢看负面新闻的这种东西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说的就是这种人性 负面的东西 有人看 有人看就有利可图 有利可图就喜欢 然后就会刺激这种媒体人 去制造这种新闻 甚至有些不惜夸大 捏造 编造这种新闻 导致香港的媒体里面 基本上一边倒的就是漫天的中国大陆的黑料 黑历史 处处就弥漫了这中国大陆那种仇恨跟统计的气氛 那你说香港媒体里面 有没有一些先养比较积极正面的媒体呢 应该是有的 比如说凤凰卫视 我看了一下 它是比较中立客观的 但是因为香港没有官媒 这种积极的媒体是没有多大市场的 没市场就很难形成影响 就导致了香港媒体就很容易一边倒的 就倒向这种 抱有这种负面新闻的东西 而且很多掌握这种媒体话语钱的财团 本身就是有反中反共的人士把持的 他们这些人 本身就是可能就是以前那个国民党高官前卫留下来 然后办了这种媒体 他们这些人天天靠贩卖恐惧 丑化诋毁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 比如说苹果的传媒 这个黎智英 黎智英的老爸他就是一个资本家 他老妈也是通过被共产党劳动改造的人 后面他逃到香港来 发了价值 他就办了这种苹果传媒 还有明镜传媒也类似于这种 香港还有一批这种 接受西方价值观教育的人 就完全迷信这种 普世价值的这种社会知识分子 比如说那个 像江四大财子之一的陶杰 这些人就完全被西方价值观洗脑 他也不知道现在香港是什么样 他的思想基本上就还要停留在这种文革年代 所以你香港的中国大陆的很多事情 他都会按照文革年代的那种思维 去考虑这些问题 我看过他很多期节目 他们基本上那个调性都是这种 不是阴谋论 就是这种 基本就是那种阴谋论 但是他们又天天上这种各种娱乐节目 各种各种电视节目 天天鼓吹这种西方价值 在公众媒体上就误导了一批又一批的香港普通百姓 另外香港现在的教育体系又被泛民的这种教学把持着 天天教授香港的一些学生 一种严重的扭曲的变形的中国大陆的事实 又洗脑了一批年轻的学生 这些学生上街连无大诉求到底是啥 他都搞不清楚 但反正他就上街了 因为在他的心里 反正这是为了自由民主 那就对了 说到自由民主 他就兴奋高潮了 他就要上街了 以上种种就是香港整个娱乐媒体的气氛 他处处弥漫了这种黑中国的 丑化中国的 仇视中国的 反中的这种气氛 在这种环境下 一般的老板你整天在这种环境里面 你不被洗脑都很难 那有人会说 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媒体社会 资讯应该很多 那应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 那不好意思 现在就扯出了香港的语言文化问题 香港是个国际社会 它采用的主要是英语教学跟乐语教学 但他们相当的排斥普通话教学 他们基本上不说普通话 现在的香港社会 基本上还是一个成乐语的社会 这跟马来西亚跟新加坡大力推行普通话 大力推行华文 这种情况完全相反 就是香港人他不太愿意 融入中华文化圈 他刻意要保留 强调他们的乐语文化圈 因为绝大部分人都喜欢待在这种 自己舒适的这种乐语小圈圈里面 这就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隔阂 他们对华文圈里面发生的事情 不看 看不懂 听不懂 也不关心 不关注 他们就天天喜欢在乐语文化圈里面 那种媒体里面说了一些东西 这种媒体也大多很多次都是黑媒 就是无脑反中反共的这种媒体 就这样时间久了就慢慢的不停的洗脑 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一些中国大陆来的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这种资讯 所以这就形成了对中国大陆固有的刻板的印象跟思维 另外现在香港也缺乏一些有魄力的 有眼光的政治家 我说的是政治家不是政客 关于政治家跟政客区别 我在上一集谈 说新加坡的时候已经说过 回归前 香港的领导权 基本上是英国人把持着 香港人只是一般的公务员出身 兢兢业业 争取守法 做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组织一般的事务 那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事情都这种社会改革 政治改革的时候 这种公务员就显示的能力不足 很多事情都缺乏长远的战略思考 他们缺乏长远目光 对国际政治 对地人政治 它敏感度也不够 而且在民主政府里面 那种政府是个小政府 所以政府很容易被泛民反对派所牵扯 撤走 被各种利益集团绑架 导致它的很多政策 急不维艰 比如说去殖民化教育 数码港转型计划 还有八万五公务计划 都被流产了 这就是香港跟新加坡 虽然是城市经济 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 因为新加坡 它是有个强人政治 有政治家 他们看得高 看得远 香港没有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 大陆真的有必要 把香港变成一国一制吗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必要 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大陆领导人 都不会蠢到这一步 把香港变成一鬼一制 那顶多就是多了一个上海的那种城市 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而如果保持香港现在的一鬼两制的话 那就可以利用制度的不同 文化的不同 大家可以相互学习 优势互补 最后形成这种文化风貌 完全不同的城市 这样反而有利于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 那澳门现在走的就是这个路子 可惜香港人 就是被这些香港的反对派 泛民 还有那些 反共反中的这些人 把香港给搞砸了 香港人在这种 长期他们的媒体里面的洗脑下 也就信了他们 跟了他们 跟他们一起把香港搞砸 其实我觉得香港人 他应该明白 中央政府到底怕的是什么 中央政府怕的绝对不是 你们说的民主自由 老实说 现在的民主自由在大陆 除了一些人 大部分人都不怎么信 中央政府怕的是什么 怕的就是搞港独 我想国家安全 香港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应该搞清楚 我有什么 我能做什么 我有什么优势 我又不能做什么 我有什么劣势 搞清楚这个问题 你香港才能在中国的城市之间 形成比较有强的竞争力 同样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更大的作用 只有这样香港跟中国大陆 才能双赢 如果是两个人斗来斗去的话 最后都会两败即少 但是香港的输败的程度 远远比中国大陆高 好 今天我的分享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每个人都知道 还有我 来问你 资深艰 词 啊 ございます 我的天啊